坐在地上的李火旺表情带着强烈的犹豫跟挣扎 一直待在原地 想了很久很久后 他最终手拿着毛笔 在宣纸上写了起来 不过李火旺没写几个字都要停顿很长时间 不习惯用毛笔是一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 李火旺此时已经开始忘记很多日常用字的写法 李火旺明白 这代表着自己跟丹阳子越来越像了 洋洋洒洒写下了一大堆后 李火旺末为写下来了五个大字 李火旺绝笔 写完这一切后 李火旺把纸张吹干 递给了一旁的胖泥姑 如果我的那些师兄妹回来找我的话 还劳烦您把这封信送给那大高个手中 他认的字 紧接着 他又把那天书葫芦还有道灵帝了过去 还劳烦把这三样东西也请于送给他们 这葫芦跟道灵他们知道怎么用 至于这天书嘛 就当给他们留个念想吧 妙音的视线在这三样东西上挑了两眼后 转向了李火旺的腰间 大千路 那东西不送 李火旺手按在那给自己带来过无尽痛苦的竹简上 微微摇了摇头 不送 这东西不祥 留给他们 我走得不踏实 跟着我一起走比较好 整理好了一切事情后 李火旺扭过头来看向旁边等待的静心 失态 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静心失态点了点头 转身向着安慈安的深处走去 他身上的松垮垮的皮肉 如同裙摆般 在地上拖过 他走在前面 李火旺捂着腹部跟在后面 两人彼此沉默无话 穿过了发霉的吃食沼泽 又走过了几座破败脏乱不堪的庙宇 一座黑色的矮佛塔逐渐呈现眼前 看到那座塔 静心终于开口了 你当真要这么做 李火旺点了点头 你之前说的话给我提了一个醒 我其实一直想做的事情 就是彻底灭掉丹阳子 至于我自己能不能活吗 说到这 李火旺呵呵地低声笑了笑 现在回想起来 对于我自己的命 其实没有那么在乎 李火旺按了按腹部的伤 脸上露出强烈的疲态 师太啊 说句实在话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我真的累了 我不想再看到我妈受苦了 我也不想时时刻刻忍受着丹阳子的侵蚀 我真的想好好歇歇 一想到即将到来的死亡 李火旺心中并没有想象中的恐惧 反而心中感觉一丝轻松 哎 我感觉真的好累啊 静心师太点了点头 带着他向着塔中走去 那好 如你所愿 多谢师太了 我在这个世界中遇到了那么多人 你算唯一的好人 我是出家人 出家人以慈悲为怀 这是自然 师太 你既然是佛门弟子 我可否问个问题吗 哦 什么问题 你说 这世界上 人死了真的会变成鬼吗 那你待会就要死了 是变成鬼好一点 还是烟香云散好一些呢 我觉得吧 人活着就够累的 死了就歇会吧 别再闹腾了 李火旺说得十分的坦然 静心微微侧头 重新用那萎缩的眼睛 看向李火旺 你真的确定 没有任何牵挂了吗 这番时间 真的没有任何东西 值得你留恋了吗 李火旺 表情微微一僵 他的脑子里 想起了很多 我有 可是现在的 我跟他们在一起 只会伤害到他们 见到此情景 静心失态也不再说什么了 继续往眼前 黑塔走去 随着靠近 李火旺听到了沙沙声 那种非常特殊 好似叶片相互摩擦的动静 抬头向着声音方向看去 他终于辨别出来了那声音 到底是从哪来的 那是蟑螂 密密麻麻的黑色虫子 相互拥挤地塞在塔内 静心脚没停 居然就这么带着李火旺 直直地走进了蟑螂堆中 浑身上下被蟑螂乱爬的感觉 很不好受 但是决心赴死的李火旺此刻 也不在意这些 他只能用力推开那些 到处乱爬的虫子 勉强跟着不掉队 在蟑螂堆走了有半炷香的时间 李火旺眼前一空 可还没等他缓上一口气 眼前的东西让他浑身一震 大大小小的灰色老鼠尾部相互纠缠在一起 形成一团团的彼此一微移动的大蟑堆 蟑堆跟蟑堆间拼接 最终形成一座巨大的蟑山 此刻蟑山之中 那些大大小小的红色眼睛 直直地盯着李火旺 在蟑堆的蟑山上有着一个洞 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人进入一班 就这了吧 李火旺深吸一口气 抬脚向着那蟑山之中的蟑洞走去 刚走没几步 李火旺又停了下来 再次向着静心师太确认道 师太 你确定我死后 你们真的能解决掉丹阳子 自己的命是小 让那该死的畜生万劫不复才是大 得到了非常肯定的确认后 李火旺这才松了一口气 抬脚向着那老鼠洞走去 临死前的最后一幕 李火旺的心中 同时映出了杨娜跟白玲苗的身影 渐渐地他们的身体 逐渐重叠在了一起 永别了 这个烂地方 李火旺想着抬脚就要向着里面走去 眼看着李火旺即将钻进鼠洞 静心师太声音从后面响了起来 既然你连死都不怕 那我可以给你推荐另外一种选择 真要没用了 你再死也不迟 听到这话 李火旺诧异地扭过头来 看向静心师太 还有别的办法 他刚刚那死灰的心被师太这一句话 瞬间给点燃了起来 静心点了点头 用手指了指他腰间的大迁路 向这东西的远主寻求帮助 他们 李火旺十分诧异地看向那红色的竹简 师太 之前一直都没有问您 这用血肉 献祭的东西是来自哪里 凹井胶 从静心师太说出了一个李火旺 感到非常陌生的名字 过去他们是两个教 一个凹教一个井教 后面不知道怎么的凑一块去了 你手里的大迁路就是他们的东西 凹井教 李火旺站在原地难难自语 佛教道教他认识 这个什么凹井教 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他们有办法把丹阳子从我身上玻璃出来 你可以去找他们试试看 如果说这个世上还有那些人能解决你这种古怪情况 唯有更古怪的他们了 当然了 如果他们真帮了你 你以后未必能脱得开身 不过既然你连死都不怕了 应该也不怕这个 说完 静心师太用手 把自己身上松松垮垮的皮肤轻轻一折 紧接着用手指这么一滑 一张人皮就这么被裁下来了 乌黑的手指甲迅速在上面笔画 在皮上面画出一条条长方形的女书文 写完后 他走到李火旺身边 把那东西放在他手中 拿着这个给他们看 他们见到你后 不会马上动手 假如说他们也没有办法的话 你再回来死也不迟 李火旺用手轻轻揉擦着手中这张皮信 感觉到有些难以置信 他连赴死的决心都下好了 居然还有一线生机 多谢师太 假若真的解决掉丹阳子 日后必将涌全相报 能不死 还是不死得好 拿着这最后一丝生机 李火旺扭头 向着外面的蟑螂堆中走去 师太 那一言为定了 如果他们也解决不了丹阳子 那我两个月后 再回来让你杀了我 就在李火旺走了没多久 一个胖尼姑从鼠堆中走了出来 来到了静心身边 师太 你为何要这么帮助 心宿那小子 居然用了亲提书 这可是大人情啊 咱们本来就跟那些人不对付 静心师太表情带着十分复杂地 注视着李火旺离开的方向 两久过后 他才缓缓开口 之前这孩子捧着我的脸叫我妈了 你可知道 他跟鱼儿年轻的时候 真的很像很像 无论是做事 还是说话样子 抱歉 今天卡文了 这一张欠着 过几天还 我们下期再见